欢迎我们的旁边有个比青座市地中的旁边 是染色体的隐性基因的医团一般 还是说白毛两个人人是这个代音者 后一代有2分级的机会的并行的代音者 4分级的级率会完全正常 2分级是当真买人 为什么这个疾病会在台湾代音会这么高 因为一定是因为这个疾病 它本身代音者 它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所以它还是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子平安长大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 那我们只是要避免说 它还是就算两方都是代音者 它还是有4分之3的机会 是不会生下重症的宝宝的 所以我们只是要避免说 它4分之1不幸的机会生下重症宝宝 需要提早赛检出来 既美变医虎三部主题医生冯依庭标识说 既美变医最近收入了两名 怀到第一胎的这五星的虎人人 分配是36会到31会 在台湾在一星期间 减减这条基因确定是价型的 产生的变医虎的当前 你在产生 就是已经怀孕的状况下 再来做那些你要居间 你是不是有基因代言的人的话 那因为到最后结果出来之后 大概宝宝周数也接近20周了 那这个时候再去做 中止热识的考量的话 其实对家长来说 会是心理上比较大的负担 所以其实可以考虑 如果你本身知道有贫学 或是家里面有 可能有海洋性贫学代言的人 可以考虑在婚前 或是怀孕前 有备孕的状况下就可以来做检测 在疑书标识说 台湾是含义生病的基因生性的所在 平均14人到15人 时间度假会来到的 还是说家伙要来生孩子的 陈阿母上方又是同行的代言者 建议在生孩子进行 最好接受到一团竹筍 并且科路选择到市管英语的了解 那又是说大度进行 两天进行到台湾的竞端 来面新闻大家向英空采放报的